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 其实孟晚舟这个事件 大陆也一直在检讨 他的外交部的高层官员 还在记者会详细说明 其实我觉得关键就是 中国大陆在关键时刻 即刻扣了两个加拿大人 这个是很关键 而且听说那个名单是挑过的 对所以加拿大本来只是个打手 他以为是反正替美国人打工 那事实上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后来发觉其实是加拿大特工 跟美国的特工 其实在联系这个案子 而且我觉得他们已经罗资罪名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已经盯上孟晚舟 孟晚舟是被锁定 那么在之前所以才把他罪名 找他翻他的资料 这里面有人说是HSBC 这个出卖孟晚舟 那也就是这个英国的银行 就是这个HSBC 所以事实上这个没有什么公营私营 没有什么司法三权分立 这都是政治 这都是怎么讲呢 这是一种 他们故意制造出来一种神话 在事实上美国政府 情治机关在掌握一切 那么他用很多方法 可以让私营的银行也跟他合作 然后呢什么司法 什么行政分离没有这回事 真正在统治者 美国来讲的话 中央情报局 这个事情跟这个英国的这个军情五处 然后再把这个HSBC拉进来 然后加拿大也是情报情资单位 大家就一起搞了这出戏 那那个时候基本上 有一个说法说 拜登 川普其实不知情 是那个时候的国安顾问 那个 波顿 是波顿吗 就是波顿 波顿当时敲板的 这拍板 因为波顿是个好战分子 嗜血 嗜血 他只要找到机会 他就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事实上就这样弄出来 可是开打了 你有什么办法 那这个川普他也不知道轻重 他就让这个案子拖下去 可是这件事情最后检讨 当然认为如果不是政府跟国家介入的话 那孟晚舟不会有今天这个安然获释 不过他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这个案子 我觉得最后美国再把这个案子整个策案 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后面的要求 在之前这一次这个怎么讲 就是 但是这个习拜会 我认为他们谈了很多 谈了不是谈三个半钟头 那中间孟晚舟案子还是被踢出来了 因为他们上一次这个视讯 有什么3月18去年是不是 就提出了秦南里面 其实就有孟晚舟 孟晚舟是一个重要的案件 大陆也讲这习近平亲自在 亲自在hand on 也就是说他在 在操刀操盘 操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最后把这个案子圆满收场 要美方把这个案子再吞回去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大陆 对整个案子的最后处理 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有可能是习拜这次碰面的时候谈的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高层谈才会 要不然这个案子就美国 就任何公务机构来讲的话 老早就成风了 公务员多少案子要处理 这个案子到这程度人放了 就成风了归党 怎么会又拿出来再给他画一个据点 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觉得这种案子绝对不能有第二次 你不要用你的常备管辖 对我们的重要的这些社会的 不管是商界各种领袖 用这种方式来瞎诊 我就是要你知道 这次你踢到铁板 让你下次不要轻易尝试 而且这个也给美国的这一条 政府里面的人员 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这个如果说是将Burton做的话 那以后Burton像这种人 他想要做这种决定的时候 还想起孟晚舟的案子 他就不会轻易尝试 这个是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据点 我觉得出发点就来这个地方 那这些被美国政府抓去关的 整的太多了 不要讲别的 台湾就可以组十个人了 可以组一支足球队了 可以组一支足球队了 我请问一下王美化坑过气吗 对不对 那个蔡英文政府坑过气吗 对不对 就乖乖的去美国服刑了 对不对 那个回来的那个 就是友达那位老总 还写了一本书啊 最后在美国关到最后变成 归一了 最后变成宗教 宗教情怀很重的 你想一个企业家一辈子的努力 最后被这种冤狱 对不对 真是冤狱 这种冤狱 被人家这种冤屈的对待 关到监牢里面去 这情何以堪 那美国干这事干多 他欺负 欺负别人真的是 跟那个切菜一样 那个刀就一个一个砍 一个人头一个一个落地 法国的这个电子厂 也被他整了 老长也被他整了 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伪 对中国大陆讲 我觉得他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那孟晚舟最后回到中国的时候 是以这种英雄似的 这种凯旋归来的方式 证明了怎么样 这个国家对他的公民的一种 庄严的承诺 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不会让你在海外 随便受到强权霸凌或欺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在贸易战方面 其实我们从贸易理论来讲的话 所有的这些关税 最后都不是出口商 出口的国家在出 基本都是你这个入进口国家 的公司 最后转嫁到消费者 就是美国企业要承担 然后转嫁到消费者 叫消费者 所以呢真正的输家是谁呢 就是美国的消费者 美国消费者他今天 比如说3500亿的货品 平均增加了19.5%的关税 那你算一下4100亿的话 来看的话 就是说美国从达到进口 今年一到九月就4100亿 4180亿嘛 那就美国消费者 已经额外负担了20%左右的关税 826 1千 826吗 1千6百亿 8百 8百 没有 4242的8了 800亿左右的这些 这些额外支出 谁出呢 美国消费者在那边偷 那你不是处长你的这个通膨吗 这是一个 就是说 没有损到人 很不利己的一个做法 是很愚蠢 那个时候川普愚蠢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愚蠢说 我们替我们的国库已经赚了1000亿 请问你跟你那那1000亿干 你这个1000亿不是中国大陆的生产商 交给你美国的 是你美国消费者 你在炼锯美国消费者的财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场闹剧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这个东西就变成就是说 也证明中国大陆现在的产品的替代性很低 也就是说 比如说啦 最近在炒说 哇苹果的供应要改 苹果一年生产两亿只手机 最后移出去两三百万只 印度跟越南也不过这样啊 他以为那么容易啊 最近在郑州厂什么劳资纠纷 以后要移出去 移得出去嘛 这就跟贸易战一样说 我跟你家平均19.5%的发现 你看你的东西还卖不卖了美国 问题最后就是卖进来 就还是需要嘛 就还是需要嘛 那你就整到谁 你就整到自己的消费者嘛 那可是问题美国这种制度 他宁愿错他也不愿意改 还找了一个戴琪 还学过贸易的 硬在那边硬撑 这是我们必须要 我们要我们是为什么 我们是我们的劳工 我们的劳动权 讲了冠冕堂皇 你的劳工多掏了那么多钱去买东西 都是卧马 你的劳工不是都去卧马吗 都去那个那些 一般他去的这种主要里面的商品 80%都是中国制造 大卖场 都是中国制造 说起来中国大陆还客气 如果说Christmas到的时候 那义乌稍微给你代工一下 美国很多小孩子收不到 说不到Christmas gift 这是一个现实 他的那个灯饰都是那里来的 对因为这种这种国际的分工 不是你人为很容易去解决的 他这个分工是各种因素造成 是市场力量形成的 任何政府想要去跟市场对着干的 最后的时候 他一定是输家 这一次事实上是市场力量 又打败美国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就是 你有这个世界工厂 也不是浪得虚名 也不是随便今天就是说 任何一点打击就可以把你打倒 反而照样你看 今年一到九月就已经到六千三百多亿 我跟台湾 我们一到 我看的是一到十月吧 我们一从大陆已经赚了1800亿美元了 中国 那这样子 民进党在吸美国的血 你看中国大陆赚美国的钱 然后台湾赚中国大陆的钱 那我们不就是间接在赚美国的钱吗 没有错 可是你问题赚的钱最多是电子业 美国这个跟中国大陆脱钩 有一个讲法就是说 将来所谓的成熟制成的晶片电子产品 中国大陆都给他做到什么呢 白菜价 你还需要你台湾吗 本来我是让你台湾给我的啊 我跟你台湾买啊 你现在都给我断供断供断供 那我自己来 他本来中国大陆也是相信什么 相信产业分工的 国家分工的 他不是什么都自己拿过去做 那因为中国大陆策略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我赚你的我也给你赚 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办进口博览会 也就是说我进口就表示说 我要买你们的东西 我今天世界第一大的这个制造国 我的制造我是制造王国 你都看到中国 可是我的政府展现一个诚意 我就是要跟你买东西 你愿意卖的我都跟你买 可是问题 美国跟英国这些国 欧洲这些国家 偏偏人家买的你要设限 那你还叫什么贸易不平衡啊 对不对 你美国可以卖的 你本来美国的晶片 相关的晶片设备制造商 中国大陆是四成的买家 全世界市场 而且继续在扩大 你这个也不准卖 那个也不准卖 你就人家去死 那你最后你贸易 被人家被中国大陆赚的比较多 你美国说 这不公平 那你回过头来说 那你要买的你不卖 对不对 最后的结果 你又说你不满意这个成果 你能怪谁呢 所以真的是很难搞啊 就说美国真的是很难搞啊 对不对 就是说不讲理 不照规则完 违规什么都干 最后还要把罪名归给人家 可是我觉得大陆 还是算是硬理子 也就是说 我们就硬碰硬吧 对不对 看我这个东西性价比 你加了19.5% 也就是成本 也就是售价要加19.5% 嗯 我照样可以卖得出来 这就是经得起考验了 要来科普一下哦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